曾经太有钱被男友抛弃 现在的生活实在太惨了 从小到大从来没见过钱长什么模样 想买一件裙子 父母直接送上50万的一张卡 零花钱都是一张张支票的数字 曾经买下一款洋装所有花色 至今一件都没穿 到后来想起这件事 轻描淡写的说只是因为当时喜欢 谈起香米拉 很多人都对她不太熟悉 不管是外貌还是气质 都和台湾第一名媛孙云云很像 人称小云云 因为他们不仅有神似的脸型 火辣的身材 就连挥金如土的气质都非常相像 孙云云八岁挥豪珠宝 十三岁倒追老公 最后把老公熬成爹 而香米拉的家族在巴西经营五金生意 生意链遍布整个南美洲 出生地在巴西 含着金钥匙长大的 从小接受巴拉圭的教育 后来到美国念书会很多语言 中文也很好 2005年来到台湾旅居工作 凭借家里的实力 在一次偶然的机遇下 他结识了著名主持人胡瓜 当时的胡瓜 在台湾可谓是综艺天王 节目收视长距榜首 在台湾综艺圈有着极高的地位 被誉为三王一后 之后胡瓜经常带他出入娱乐圈 各种宴会场合 渐渐的也喜欢上了这个五颜六色的世界 香米拉心里明白 想在这个鱼龙混杂的娱乐圈站住脚 必不可少的就是身后有一棵大树 于是就任胡瓜做了干爹 后来有了第一部电视剧 开封又个包青天 虽然拍了几部电视剧 但依然反应不温不火 没有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甚至在娱乐圈也不被同行关注 除了结识到更多的名媛 再也没有人认识他 直到再一次聚会上结识了欧帝 身高不足一米七 长相平庸 家境更是不尽人意 替付还债千万 唯一的女友托付兄弟罗志祥照顾 却被兄弟照顾到了床上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想米拉 欧帝天生的幽默感 很快吸引她的注意 两人慢慢的有了情愫 再加上当时的欧帝在综艺界 也是风头正盛 后来加盟湖南卫视天天向上 和著名主持人汪涵同台搭档 不仅在台湾有被关注 在大陆也渐渐打响了知名度 除了拥有钱之外的想米拉 剩下的就是人脉 而胡瓜与欧帝便是她的靠山 热恋时期也是非常的低调 羡慕的爱情总是会遭到质疑 也就是这个时候 向米拉的亲友出来提醒她 欧帝就是一穷小子 和你在一起只是为了你的钱 沉浸在爱情的向米拉 根本听不进去不以为然 甚至几次在媒体面前提示 两人有结婚的打算 2012年 欧帝在微博上发布一篇 父亲要女儿离开穷小子男友短文 似乎暗喻自己和富家女友的背景悬殊 两人似乎结束四年的恋爱长跑 不久后 二人正式宣布分手 面对媒体的逼问 欧帝对此事渐渐疏远 显得那样冷漠 而当香米拉听闻记者问到欧帝时 不经意的流下眼泪 看得出对欧帝的恋恋不舍 最终咬着嘴唇说出 人生的规划不同 才和平分手 祝福他 从出生含着金钥匙长大的他 无论做什么事都是一声令下 便可呼风唤雨 最终却输给了一个穷小子身上 除了心痛 他别无选择 更多的应该是不甘吧 正因如此被伤透心的香米拉重返商界 身材火辣 家中资产过百亿 贾静文 侯佩岑 都是其中闺蜜 在四年的恋爱长跑中 被穷小子抛弃 伤心欲绝的他重返商界 无奈继承百亿家产 整理好心情的香米拉 在朋友的介绍下 认识了现在的丈夫 老公是名副其实的钻石王朗武 家里是做矿石生意的 也所谓是门当户对 现实中有多少女孩 希望有一段真挚的爱情 始终都很难遇 更何况是豪门千金 但香米拉是幸运的 在她和现在丈夫准备结婚时 老天对香米拉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 身体出现了病症 明明患上了癌症 还要承担男友离开的痛苦 换做任何一个人都很难接受吧 也有人说那不是真爱 但也有些爱情是一种动力 对女孩来说是一种对生的渴望 而香米拉和老公之间 就是这样的爱情 自从自己患癌以来 不光心理上 身体上都要承受很多病痛 好在男友一直守在身边 无微不至的照顾 心理上的辅导 做了12次化疗 在爱的呵护下 香米拉战胜了病魔 出院后 她第一时间选择了结婚 香米拉嫁给了爱情 在她的眼里 就能看到那种甜蜜 而她也会珍惜这份 来之不易的感情 相爱的两个人 很多次都不对 有孩子抱有希望 但是上天很眷顾她们 香米拉成功怀孕 生下一个女儿 一家三口幸福的生活 让人羡慕 今天就讲到这里 如果你有想听谁的故事 评论区留下她的名字 我们下期再见